大师过这个云很殊胜 这个地方有诊法 有护士 有指导的老师 有这么多好同学在一起学习 这个云很殊胜 希望大家认识清楚 掌握住 不要辜负这个云 三宝肯定会加持 祖宗肯定会保佑 来 云南基竹山报恩寺开会法师 惭愧学生开会 现将近期学习中的两点粗浅的心得 公布向师父上人汇报 一 万法是一不是二 对立皆由妄想心中生 师父上人教导我们 在佛法中 决定找不到两样东西是冲突的 而学生却已经习惯用分别和对立的心 生活 学习 分别大 小 美 丑 真 假 好 坏 等等 而正是这些分别 引起了自己与人 事 物 等对立 可学生 用分别心 生活 已经习惯成巨人 若想消除自己的分别和对立 就要在念头上做一个大的转变 要把师父上人所讲的精效 变成自己的思想 下面 学生举其中一个想事例 向师父上人汇报自己是如何转变费物念头的 学生在和一位师兄共事的过程中 常常抱怨他动作慢 总是不停地催促他 快一点 快一点 语气强硬而且随便 虽然 这位师兄心量很大 从来不和学生计较 但学生知道自己这样做很没礼貌 很不恭敬 学生在改正自己的错误行为时 发现转变语气态度容易做到 可是浮躁没有耐心求快的心理很难克服 于是想到师父上人在讲到十玄第九门 时事格法一城门时开始到时间是假的 是一个抽象概念不是事实 既然时间是假的又何来快慢了 在实际生活中学生也感受到美好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而痛苦的时候身体不适或内心忧虑时时间过得很慢 所以时间快慢也不是真的 既然时间本来没有 那为何学生总是有个求快的念头 这个快的念头哪来的 师父上人讲 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中来的 凡夫因为有这三大烦恼的障碍 所以见不到事实真相 也就是说 学生认为的动作慢 是从妄想心中生的 是个虚妄想 师父上人又说 真妄是一不是二 虚妄想中有真相 所以在慢这个假象中 包含着真相 浅显的真相 就是学生有心浮气躁的习气 当外面境界不顺自己习气的时候 快与慢的分别就起来了 接着对立心 马上就跟着生起来 学生用这个方法去观想 来帮助自己辅助烦恼 感到很有成效 还拿上面提到的那件事举例 当学生发现自己又有追触他人的念头起来时 马上就想到是自己浮躁的心在作祟 师父上人告诫我们 心浮气躁是学习圣教的重大障碍 想到此处畏惧之心 油然而生 浮躁之心也就平定下来了 原来对立的来源 是自己的妄想 分别 执着 与外面境界没有关系 与外面的人没有关系 与外面的事没有关系 与外面的物也没有关系 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知道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每当自己对立心一起时 就要提醒自己 这都是自己的妄想 分别 执着在作怪 千万不要抱怨 不要批评 用精教和一句阿弥陀佛 把自己对立心压下去 事后认真去反省自己的过失 提醒自己不要再犯 二 发现自己的过失 切莫姑息 当痛切忏悔 放下对立 改过好比挖井 信心 恒心是关键 师父上人教导我们 真正的忏悔是后不再造 学生根性陋裂 毛病习气深重 常常忏悔之后做不到 学生在此举一个例子 学习班开班之初 大约是3月18日晚上分享时 学生就向大家忏悔过 学生每当遇到境界时 总是会起对立心 对他人批评说教 希望别人改正 不能反求诸己 希望自己忏悔之后 能后不再造 可是 在遇到境界时 学生还是不能克服自己的习气 起初在犯错时 自己都不能察觉 往往要等到晚上 与同学们分享时 才意识到自己又犯了这一条 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同样的错误 犯的次数太多了 警觉性有所提高 能够及时管住自己的嘴了 但管不住自己的念头 第一念总是带着对立 于是 每天忏悔 第二天又犯 久而久之 学生感到非常痛苦 各种消极的想法在头脑里打转 只有听经的那四个小时 因为有师父上人的安慰和鼓励 心才能定下来 但是关上电视 烦恼马上又会现前 学生感到自己实在没有办法解决 非常痛苦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才真正的把自己交给阿弥陀佛 依靠阿弥陀佛 求阿弥陀佛加持学生 把状态调整过来 无论是什么样的考验 学生也愿意接受 阿弥陀佛非常慈悲 一二天开始就不断有境界现前 那时学生感到自己各种毛病习气 同时现前 自信心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 这对于学生放下脸面有很大帮助 一心法师和馆长 时刻关注着学生们的休学状况 对学生的状态凉弱指掌 适时地给予了学生机会教育 并想了许多办法来帮助学生 启发学生放下自我 拓宽心量 一切为众生不要想自己 在此期间 学生也找到了问题的癥结所在 一 对自己的习气姑息放纵 学生虽然很想改过 却又不愿低头认错 对自己的习气常常放任 经过这段时间的历史练心 学生才知道 其实修行真正的功夫 是在觉察自己的过失 而发现自己的念头错了 就要痛下举心去忏悔 抓住不能放过 否则这个病根是无法拔除的 二 以对立之心去消除对立 结果必定是无有是处 学生起初与自己的烦恼习气 严重对立 这样不仅没有放下烦恼 反而增加了烦恼 所以 想要改正自己的过失 首先要能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过失 不要有对立之心 三 急功近利 没有恒心 学生做起事来 总是希望能立竿见影 一味的需求结果 却忘记了修行是修心 所以 往往事与愿违 由此可知 无论是改过 还是日常的生活学习 都要学习海贤老和尚存一颗平常心 是尽心尽力去做 然后顺其自然 不能强求结果 找到了癥结所在 持生感到轻松了很多 重新找回了自信 知道自己应当努力改正过失 但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心上只放一句阿弥陀佛 其实 这样的话 师父上人 几乎天天在讲 学生真的是没听懂 在自己真正经历过了 才体会到其中些许深意 直到昨天 5月30日 39天了 学生才真正做到一次 在境界线前时 不起对立 自己动手把问题解决了 事情很简单 但学生心里却是百感焦急 增长了学生的信心 让学生更加坚信师父上人所讲的 一定要坚持 一天都不能放松 真正能保持长远 这个人就成功了 以上是惭愧学生开会 粗浅的学习心得报告 错误之处 恳请师父上人 各位法师 各位老师 慈悲批评指正 好 这个开会法师的 学学的经历 都值得我们做成功 由此可知 每一个人 习气都非常深 都非常严重 这是我们修学最大的障碍 能发现 能痛该前非 菩提道上 一切都顺利了 好 今天时间到 我们就学习到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